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,天气冷嗖嗖,但是做环保的心却依旧热情,北部调频广播电台即国际浮轮3522地区于今天举办外木商大五融奥地净摊活动,虽然今天气温只有摄氏14度,但仍有150人参加,共清除垃圾及宝特瓶塑胶一顿的物品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次净摊活动中有十几位年于其实的长者,其中有美女士今年80岁,平日就常从事各项健身活动,唱歌,国标舞样样不舒人,她表示参加净摊既做环保又可健身,和乐而不为。 另一位74岁王丽华女士是资深广播人,她表示要活着要动,所以一听到电台举办敬摊活动,她第一个报名参加。 北部调频广播电台台长于盈表示,此次是以关怀大地之理念来规划敬摊活动,由电台节目主持人挤身做起,并呼吁听众能亲自动手做环保,为地球永续生存尽一份心力。 国际福伦3522地区总监郭继勋也带领数十位社员共同参与静摊活动,郭继勋表示福伦社长期从事各项公益活动,静摊活动是首次参与,也希望能将举手之劳做环保的理念,升值于民众心理。